來 我們持台南地方法院的搜索票 來 我們持搜索票 來 台南地方法院的搜索票 案有是違反毒品和防治條例 我沒有 我什麼用 鶴翔實彈員警來到這處辦公室內 告知來意後 立刻對硬門男子搜身 不過除了要檢查辦公室外 樓上還有五層樓需要警方一一盤查 屋內其他人起初不願意配合 警方只好使用破門器 強行進入 房間內的嫌犯監到大批警力 都被嚇得不敢動彈 都控制住了 都控制住了 都說是 拜託了 樓下還有兩個人 支援的警力有四十個 四十個都來現場 有是警力到場支援 不過會這麼大費周章攻堅 都是因為這裡 其實是販毒集團的聚集地 不過警方發現 他們在門口竟然掛上 觀光發展協會的牌子 試圖隱匿非法行為 平時甚至會發送愛心物資 給附近黎明 不過警方事後查證後 發現他們根本沒有立案 是掛羊頭賣狗肉 原來台南警方結合現報稱 安平這一棟透添措內 出入複雜且時常飄出塑膠味 警方也找來房東訓問 才發現他其實也是苦主 原來代銷公司認為 陳租的實行嫌犯 疑似在從事非法交易 因此挑帳房租到 每個月八萬五千元 高於行情價 想要勸退對方搬走 沒想到嫌犯卻對漲房租 沒有意見照樣敘述 查扣第三級毒品ケタ蜜83.3公克 警方時候也將現場五人帶回偵辦 並進行尿液檢測 均呈現毒品反應 後續也將持續向上溯源 要將放毒集團一網打盡 謝謝劉昆倫華英軒暢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